好,那概念看完了,來看幾個例子吧 那我們用這個c++裡面的replace這個函數來當個例子 進一步的跟大家介紹 replace這個函數做的事情挺簡單的 我們看一下這個例子 首先右邊是個main function 這個main function裡面是說我們有一個string 然後呢,長度為5 字圓分別是12345 請使用者輸入一個i 那我們呢,把它丟進g of si這個函數 幹啥呢? g裡面呢,會讓你把一個string傳進來 然後是這個call by reference 然後呢,把i傳進來 之所以call by reference是因為我們要在這裡對s做一個replacement的動作 我要看一下這個i是第幾個element 從它開始換一個字圓 然後把點這個東西換進去 大概是做這個動作 好,那這個時候呢,你就說啦 誒,這個是有可能會出事的對吧 因為跟我們剛剛在做的事情一樣 我如果今天使用者輸入的i不大對勁 比如說是負的啦 或者是非常非常大的數字什麼的 那其實這個replace這個動作就有可能會出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呢,其實我們以前沒跟你講過 其實replace這個函數 在C++裡面的library裡面它是被define成 它可能會throw一個所謂的out of range的exception 這個東西是一個class 這個class呢,是define在叫做stdexception這樣的一個library裡面 好,那這個library裡面呢,裝著各式各樣的這個class 比如說out of range是一個class 其他有各式各樣的class 那每一個class就define了一種可能的exception 這樣子 所以呢,這個時候呢,這個函數如果我看到狀況 它就會丟出exception 如果我們不處理這個exception 那這個program就會terminate OK?比如說你i要是打一個-8進去 program就會terminate 那這個可不是開玩笑的 所以我們來處理一下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是這樣 那我呢,要用try catch來處理這個exception 要是這裡真的發生了out of rangeexception的話 我就要在這裡catch它 抓到這個exception的以後呢 我就說要是這樣我就做一些相對應的處理 所以首先這個program會印出一行字 其次做完catch以後呢 它就會跳出這個try block 然後回來這裡繼續做事情嘛 那可想而知你的program就不會忽然被shutdown 這樣子 那這裡印出一行字 這個當然就是純粹是給大家測試的時候可以看一下 真的有印出一行字 實際上你當然不會做這件事情 實際上你會做一些別的處理 例如,什麼事都不要做 那就是表示這個replace失敗了 如此而已 這樣子 那這個呢,就會跟你在這裡檢查一下 那if i 的value是不是合理 是差不多的效果 不過差別是在於 如果我們有人在這邊丟出exception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強迫你非做這個檢查不可 不然會很麻煩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的 那有趣的事情是 我們也可以在caller那裡try and catch 像這樣 所以呢,我可以在g上面做try 萬一出事我就做一點我該做的事情 這樣子 換句話說呢 這個throw exception這個動作 它是一直往外傳球的 有一點像這個打球一樣 我今天replace這個函數裡面 有某一個statement 它如果出事 它會丟出exception 丟出exception的以後呢 如果在replace裡面 自己沒有人接住處理它 它就會往外丟給呼叫它的人 也就是g g裡也沒有人處理它 就再往外丟 丟到main function main function有人處理它就好 也沒有人處理它的話 再往外丟 只能丟給作業系統 到時候 當然program就要shutdown啦 所以呢 你try catch 是這樣子 一層一層往裡面包的 而throw是一層一層往外丟的 那麼剛剛提到了這個exception class 那它有一堆嘛 所以我們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一個這個樹狀的概念 我們呢 利用了inheritance的概念 所以我們先定義了一個叫做exception的class 然後分為兩類 一個叫做logic arrow 一個叫做runtime arrow 它們呢 各是一個class 繼承exception 然後呢 繼承logic arrow的又有誰 又有out of range thens arrow invalid argument domain arrow runtime arrow的則有range arrow overflow arrow underflow arrow 以此類推 換言之 logic arrow是一種exception out of range 是一種logic arrow 以此類推 對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架構 那麼呢 換言之 在這裡 你try的時候 你也可以catch logic arrow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parant嘛 parant的type 可以接trial的value 這是polymorphism 對吧 所以這樣子 你在這裡 如果你不是非常確定 你到底會丟出來的是out of range 還是lens arrow 還是invalid argument 而且你的處理方式 沒有要不一樣的話 你就直接去catch logic arrow 就好了 甚至如果你懶到不行的話 你就直接catch exception 就好了 那但是這樣的話 就會miss掉一些不同的處理的這個機會 in any case 他們都是裝在std except這個library裡面的 所以要用的話呢 就必須要include這個library 你就可以做一些處理 那他們之所以被稱為standard exception classes 就是因為在c++裡面 有這個library 去define了這一些exception class 而且 許多的c++的library裡面的function 像是剛剛的replace 他們會丟出這裡的exception的其中之一 所以這是一個好的溝通方式 他先跟你說 library跟你說 這些是可能發生的錯誤 接著呢 每一個這個library裡的function 如果可能會丟出exception 他就會跟你說 可能會丟出哪一種 那你要呼叫他們的人 心裡就有數 你可能需要做點try catch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有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throw exception by ourself 或是你想要知道 比如說replace裡面 到底怎麼丟exception呢 大概是這麼丟的 看一下這裡 這是剛剛我們那個f 我們呢 現在要做的事情是這樣 如果 它吸引的i 問題 它吸引的i不ok的話 我不要 像剛剛一樣 只是什麼return false之類的 我要來 丟一個exception throw一個logic error 然後呢 這個時候 我在這裡 傳了一個奇怪的東西 就是點點點 點點點看起來很像是 我們想要印出的錯誤訊息 對吧 但我並不是c要它 我是把它丟進logic error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個class 所以這想當然而 這是在呼叫它的constructor 它有一個constructor 讓你把錯誤訊息傳進去 所以在這個瞬間 其實它就是 做了一個object出來 往外丟 所以就用這個throw這個關鍵字 就可以做出這樣的一個object 呼叫這樣的constructor 把那個物件建立好以後呢 往外丟 這裡面沒有人去catch 那就要丟到外面 再沒有人catch 就exception就發生 然後就terminate 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呢 跟之前有什麼不一樣 重點就在於 要是出事了的話 你就是在強迫外面的人 一定要處理 所以當你把函數寫成這樣子的時候 基本上外面的人 他就必須要針對 會丟出來的exception 或者是發生的例外事件 做一些處理 不然他的program就會terminate掉 這跟你回傳值是完全不一樣的效果 OK 然後呢 我們在這裡 丟進constructor這個東西 也是有一點效果的 就是我們在catch到一個error的時候 我們呢可以把它拿來用 這個catch的statement 後面就是像是參數一樣嘛 如果我catch到一個logic arrow 那我幫他取個名字 這個variable的名字叫小1吧 那我對這個小1 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我可以小1點what 就會印出剛剛 丟進constructor的那個錯誤訊息 所以蠻貼心的 讓你可以順便把錯誤訊息回傳回去 可以寫給你外面的人看 然後呢他當然還有很多其他事情可以做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查一下 但總之就是 因為你throwexception 外面的人就必須要把它接起來 然後透過你丟出的exception 含有的資訊 外面的人可以做一些相對應的處理 就是這個what函數 好的